欢迎收看,我是佩儀教数学 有ABCDFGHI9个人被评分成甲乙丙三组 然后第一个问题问你 请问ABC三人同组的几率 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想想看 我们这个可以给学生自己做做看 那这里有两种做法我们都做 如果今天我去想象他有一个人先抽再抽再抽 所谓评分三组也就是说我签筒里有三张甲 三张乙丙跟三张饼 那么第一个人可以任意抽 第二个人他去抽的时候签筒里剩八支签 如果要同一组就是B去抽的 A任意抽 B要再跟A同组剩两支那一种签了 然后C剩一支 所以最后的这一集的答案就是二十八分之一 那我再提醒一次 就是说如果你是像我这样想的话 就不要再乘三了 不要去想说那可是问题是A也可以贾也可以贏 这样子没有错 A也可以贾也可以贏 他在这里已经反应了 如果你有分A是贾 然后B贾剩两张 然后C再来抽的时候贾剩一张 那这样你前面还要乘一个三分之一 因为A抽到甲儿基率三分之一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三分之一乘八分之二乘七分之一再乘三 这样子还是这个答案 所以这一点要想清楚 那我们看方法二 那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试着做过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全部到底有几种分组方式呢 把A到I9人分成三组 如果你有看我们前面排列组合的课程的话 就是这样子 123456789 ABCDFGHI配对给 ++111 在同一组内对调没有差别 因为取了组名了 所以这个组 组之间是不对调的 就是不会再除一个三接 这是全部的情况 那其中符合我们要的条件的话是 如果ABC三人同一组的话 那ABC三人同一组的话 等于说那一组被占掉了 那剩下的变成是 这个六个人分两组 可是这里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ABC分到哪一组会不一样 因为你如果说ABC分的是假组 这里变成是 DEFGHI配对给 可是如果ABC分的是一组的话 那他们配对的是++++ 所以在这里会有一个 就是C3取1 就是三组里面 ABC到底选了哪一组 那这样子于是去计算一下 分母的分母再分子 所以它会变成 这两个约掉 然后上面还会再乘一个三接 OK那六接跟九接约掉 剩下9,8,7 然后三跟三约掉剩下3 三接是6 六跟三二约掉 所以就剩下7是28 所以是28分之一 算是这个 如果你要写 那这里要提醒一个常见的错误的情形 就是有的人会想说 A也可以是甲乙凭任一组 B也可以C也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一组可以收三个 感觉是足量的对不对 那所以是不是ABC都有三种选择 所以我的分母任意选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27的 23的三次就27 然后里面ABC都选甲 或乙都选乙或都选丙是三种 那这样是不是九分之一 这个答案是错的 那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在我们选的这个 所谓的三的三次27种 这27种里面 并不是每一种的几率都一样 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有提到 古典几率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算几率 你要把那个方法数 分支方法数 当做你的几率的话 它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这个N of S 分母的这么多种方法 它必须要里面的 每一种的几率都一样 然后分支的也是 要里面的每一种的几率都一样 它才能够用这个分支这个当做它的 这个我们A发生的几率 那我们这个27种并不是一样的几率的 为什么呢 举例来说27种里面有一种叫做夹夹价 就是说三个人都抽到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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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A去抽的時候 九張籤裡面有三張甲 B去抽的時候 八張籤裡面還有三張椅 然後C去抽的時候 七張籤裡面還有三張椅 就會發現怎麼樣 甲甲甲跟甲椅的機率不一樣 所以你的方法數分支 方法數就不能夠用這個二十七分之幾去算 於是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如果三個人不同組的機率 第一個隨便抽 第二個不要跟他同一組 其實會有六張籤可以抽 第一個抽完之後 第二個不要抽到他抽的那一個 那還有六張是跟他不同組的 第三個來的時候 不要抽他們兩個的 要他要抽另外一組的剩三張 所以這裡的答案就是 這個兩個約掉是四分之三 所以是二十八分之九 就是這一題 那如果是用這種方式寫呢 那一樣我的分母會是 九接除以三接 三接 三接 那分子呢 三個人 一人配了一組之後 那剩下六個人去配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每一組剩兩個名額嗎 所以 這個 六接除 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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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接 九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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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三 約掉剩一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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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接跟九接約掉剩下九 八 七 然後 三接 三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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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再跟一個九 約掉 這個 三接是六 所以八跟六 約 所以沒有錯 二十九分之八 可以嗎 一樣啦 就是你寫答案的時候寫 好那我們再兩課上到這裡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小明跟小華和另外八位同學 隨機分配在這週的週間當執事生 注意這個週間是指週一到五 五天裡面每人做一天 然後每天兩名 剛好把十個人用完 也就是說每人只當一次 那小明小華在同一天當執事生的機率是多少呢 那你如果用一天 第一天誰當第二天誰當去挑會比較難想 反過來我們想像之後你有十支籤 也就是你有這個 兩支一號籤兩支二號籤 兩支三號籤 兩支四號籤 和兩支五號籤 大家來抽籤那小明跟小華 去抽籤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我們做過這件事情吧 就是先抽後抽是一樣的 所以小明第一個去抽的話 他抽到這裡面的每一天的機率 每一支籤的機率都是十分之二 他抽到禮拜一的機率是十分之二 然後小華再去抽的機率是 再又抽到禮拜一的機率就剩下九分之一了 可是不見得要禮拜一啊其他天也可以啊 所以會乘一個五 你可以這樣寫 或者你也可以寫 小明隨便抽都可以 那麼他抽到的那一天的籤會剩一支 小華會剩九分之一 可以嗎 這樣也可以 那總而言之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九分之一 沒錯 那很多學生在這題會錯的時候 他可能會以為 小明 在禮拜一當猜的機率是五分之一 小華在禮拜一當猜的機率也是五分之一 這樣子 那他沒有留意到就是說 這個選完就不能再選 會有這個抽不放回的情形 所以其實小華在去抽的時候 他要跟小明抽同一天的機率已經不是五分之一了而是 九分之一